首先这档节目有着优秀的历史,已经成功举办了三届,每一届都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,每一次都给舞台发掘了不少街舞的人才。 如今节目播出四期,豆瓣评分上升到8.9分,这可是综艺节目评分的天花板,也刷新了该节目前三季的高评分记录。 选手根据节目规则,分为两队,表演结束后,由四位明星队长分别进行判罚,身为观众看着这样的规则,都会感觉很紧张,其实对于四位队长来说,也是有着很大的压力。 四位队长的点评选手表现的环节,就成了节目中的一大看点,看过这期节目的观众就会发现,每位队长的点评风格截然不同,不过,让观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王一博的点评方式。 韩庚身为老大哥,他的点评总是走很亲民的路线,偶尔幽默一把,让其他明星队长会心一笑的同时,也让选手快速放松心情,不会让选手总是处于一个神情紧绷的状态。 王一博身为队长,在节目中的点评风格,还是挺让人意外的,本以为他会走幽默风趣路线,然而并没有,看得出王一博真的用心点评了。 说的全是很专业层次的内容,不过,也为了照顾非专业的观众,说的浅显易懂,不会感觉像听天书。 除此之外,每一次王一博的点评,让选手都感觉不虚此行的感觉。 相信王一博言之有误的点评,也会让他们受益匪浅,即便这次在这个舞台上淘汰了,但是对于未来较长的演艺生涯来说,则是受益无穷。 王一博被观众喜欢,除了外赞美之外,更多的还是因为内赞美,就像他在街五四这档节目中,他没有把这档节目,当成一个娱乐大众的综艺节目,而且,以一个极其认真的态度去对待。 这就是他做人的态度,也许,这就是他成功招人喜欢的法宝之一吧。 你喜欢王一博这个明星队长吗?谈谈他在节目中,最让你印象深刻的片段吧。